大家好,歡迎回來我們的頻道安居多倫多 我是安東尼 今天跟大家又回到萬錦士這一區 這次我們又回到Algan Mills和Woodby這個地方 這一區通常都是新區 很多新樓都是兩三年新的 而今天介紹的這條街就是在這裡寫著Isabel Peach Drive 大家都看到這條街全部都是新的Town House 我今天想要介紹的這一間正正就是End Unit End Unit有什麼好大家都應該知道 因為Town House End Unit的話 起碼多了一面窗在旁邊 那些光線就會很充足 而今天這一間它的尺寸就是2000尺 而後面是雙車房的 它除了雙車房可以停兩架車之外 它外面都可以再停兩架車 所以總共是有四架車的車位在這裡 所以是非常之好的 一般的Town House很少可以停這麼多車 在車房那裡走出來 連馬路都不用過 你就可以來到這裡的公園仔那裡玩的了 對於一般的家長來說都挺方便的 再說回旅頭 它旅頭總共有四間房 兩個浴室在頂樓那邊 在二樓那裡當然是有多個powder room 在這裡 而這個地區 其實是很接近HIGHWAY404的 而這裡的HIGHWAY404旁邊 還有Costco和Home Depot在這裡 再加上去唐人超市的話 幾分鐘就到 所以這個地區是相當之方便的 那我們進去看之前 麻煩各位訂閱我們的頻道 給我們一個讚好 和分享我們的影片給親朋友看 還有如果大家想要多些資料的話 隨時歡迎你們 聯絡我們的客戶服務Lily 或者發一個電郵給我們 我們就會將多倫多區 所有近期的熱門樓盤 電郵給你們了 好 我們現在走去看看 現在我們一開始 就由正門那裡開始介紹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就是那個正門 你看到有很多玻璃 變了一些光就可以在這裡進去 而這裡前面有個櫃在這邊 這裡就可以裝一些衣服和鞋子之類 再過來另外一邊 我們就把鏡頭轉來這一邊 這裡就有一個偏廳在這裡 好了 我們從偏廳出來 我們一回來再看看這裡的鋁頭 在這裡的左邊 就有一堂樓梯一直直直上去 就上去上面的了 而這裡的右邊 就是那個laundry 跟著那個laundry 再過去就是那個 雙車房的入口 再過來我們看看 雙車房 我們準備上去之前 還有最後一個地方要介紹的 或者剛才有些人看見我 剛才進去laundry 身後面有兩道門 這裡就是放一個暖水爐 還有一個furnace 在這裡 我不開它了 大家一起上去上面看看 現在我們就上到二樓了 這裡二樓 右手邊有個廚房 左手邊有廳 在這裡 我們先進去廚房 我們直接去 而廚房的左手邊 就有一個powder room 在這裡 看完那個powder room之後 我們就過來這邊 看看廚房 你看看 這裡的屋主 都全部都升級了 你看看這裡的牆 像這樣 還有燈在旁邊的位置 那裡 再過來 就看看這邊 左手邊 這裡的廚房 你看完 因為很大的空間 在這裡 還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騎樓 在這邊 你看到 這裡的窗 都很大 所以變成 如果有陽光 進來的時候 這裡的光線 是很充足的 跟著在我這裡 身後面 就有個pantry 在這邊 我們就可以過來 這裡 看看 剛才看完那個pantry pantry 那裡過來 就是dining room 還有一個family room 在這裡 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邊 看到 這裡是N unit 的話 變成它旁邊 都有窗 在這裡 那些光線 自然充足 好了 現在 我們又再上一層 看看上面的房間 是怎樣的 上到頂樓了 首先 簡單介紹一下這裡 這裡總共有四間房間 其中一間master bedroom 就是套房 有一個洗手間 在裡面 另外 這裡還有一個洗手間 讓這三間房間 分享 我們首先 進去master bedroom 看看 好 我們現在走吧 你看看這間房間的裝修 都不錯 都不錯 再過來 我們看到這裡 就有個walk-in closet 在這裡 而這一邊 就是洗手間 從master bedroom 出來這裡 也有一個大 很深的雜物櫃 就是在這裡 我們過來這裡 看看 再來 在master bedroom 旁邊這裡 就是另外一間房 我們也看看這間房 看完那間房之後 在那間房間的旁邊 就是一個洗手間 我們看看這個洗手間 是怎樣 到最後 就剩下這兩間房 給大家看了 我們一起來看看這兩間房 是怎樣的 這間房也不小的 還有一個箱門的closet 在這裡 而這一間的窗 就沒有剛才那間這麼大 不過 它也是有一個箱門的closet 在這一邊 那今天的簡單介紹 就到這裡 不知道大家覺得 這間房子怎樣 如果大家對於這間房子 有什麼疑問 或者對於多倫多地產 有什麼詢問的話 打給我們的team Settle Toronto 找Lily 或者email給我們 好了 這條片就到這裡為止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